下班了好开心 对接了一下午 然后我们俩难得碰了一面 这一个月我们俩能见的几乎就没几天 是 走吧三天 我不去了 我在回去这几点了 六点了我想回去给老三年做一个 高高 在天天出彩老师播发信天说的 你家孩子现在三年级上英语 你家有没有比较会英语的 能找着他 爱个六个字母都不太会 多的也不表人 那你走 我给你拿个东西 我上去就这样给你 我忘了 走吧走吧走吧 你拿拿着之后给哄泽用 车停在这里一个多星期没开了 丁云 哎来 你让我拿啥 宝宝 你的那个就是 第一那个点逐匹呢 这个 大姨这个给你吧 嗯 那别说了讲了 这个给泡沫着用 哎呦可解了大姨的大难 你知道吗 那咬泥我认 她认的我不认的她 姥姥更是不认的 哄泽更是不认的 姐姐天天忙着她的作业也没人叫她 她咋用呢 你拿给她 红色会有 特别特别尽 小爱都会有 对 你讲个事情啊 嗯 就是上次那个老爷过上日 他妈不是没有给签吗 这都好长时间了 然后想起来了 然后过转两天前问我 老爷想要啥叫我给他买 我也不知道要啥 其实老爷不是想问他要签你知道吗 我怎么有种比重视的感觉 他还说他记得大姨的那种不记得老二的 对 老三的他也没记得呀 对啊他讲了一样 跟我讲的时候晚点哭的干啥呀 老爷不想要给我个自行厂吗 要不想从网上看个自行厂 他事讲有时候放下学的话 他现在除外的老师允许他起针 他可以起针锻炼一下 对 然后他也能锻炼 妈 嗯 我看小气的人都出去了 是不是有地震了 都跑出去了 老三你们试试吗 我在写读也没感觉到 哎呦 我还没试试 他真的要是太地震了 你得跑到哪都跑掉 可以了 他直接跌就行了 对 难关说这个很方便 主要就是人家说 你上次教弟弟英语 你有个词 发音也不标准 我们家里也没有能发音标准的 所以给他搞个这个 正好你姑姑今天给我拿比较方便 来拿给他试一下 最近他写作业咋样 还可以写的 没有之前那么晚了 提升了一些是吧 嗯 之前天天为他学习的事情 头疼头疼 我也头疼 因为我不懂英语 正好今天有这个 姑姑给安排的比较细心 这个是姑姑给你写英语的时候 能用的 什么 然后我刚刚网都给你连好了 不是这样的 直接这样 慢一点 一扫过来 你别动 别动 这个可以了吧 是不是很方便 每天英语 我不会 姥姥不会 二姐还要写完作业 二姐的时间 最少可以自己评了 是不是很感谢姑姑 谢谢姑姑和南瓜姐送的礼物 对了 可是我感觉英语好像比语文考得好 你这次考试了 你觉得你的英语能考到饭 不知道 妈妈我进去写东西了 你待会你来检查 行 二姐出去不会 二姐在吃饭要不我给你看吗 行 那如果再是262乘4 那是不是就不是三位数了呢 对 它怎么才能是三位数呢 知道了 知道了 多少 这个212乘4等于848 那就是202乘4等于808 我点 对呀 这聪明呀 这不是挺聪明的吗 陪着它写多言 效果就是不一样